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奇權報局》 又是我 Marco 和大家分析大市 上星期和大家講到,簡單來說,我看好口試 1月2日,今年年頭頂位17,135 點 我預計會有機會升穿 市向下跌的空間相對性比較有限 不要說是萬五點以下的位置 我覺得要明顯跌穿 紅色那條線,即50點平均線,大約是萬六點左右 要明顯跌穿,都有難度 所以簡單來說,策略就是要逢低級 第二項目,上星期說到 人們很老套,還在說中突沽 基本上我跟大家說,已經開始要找一些新經濟版法去扭 當然新經濟版法有些好,有些不好 通常有時候,我看到市市開始好了 我會在星期四,在Now 會推出一些股票 當中有些都已經爆了,等人再說 結果上星期一和大家說完,星期二的市 向下跌穿50天平均線,即是紅色那條市 基本上已經見底 那時跌穿50天平均線 那時,如果你又是時候看回那個時候 那時的新聞,那些人又是很貴死悲的 說兩會推了出來之後,缺乏一些驚喜 所以其實香港股股股或A股股應該都會繼續跌 香港股股股的話,不排除至少要跌到15500點以下 你分析大致上去,結果見底位,市場就夾上去 你再看回之前,其實你看回上個星期 那時,細箭咀的市場,是綠色10天線 升穿紅色50天線那時,所謂的黃金交叉 那時出現黃金交叉之後 有一大多人說市場有機會升上去17000 甚至上去年尾頂位18000的位置 結果呢,出現黃金交叉之後 上個星期,前個星期五的時候就見了頂位 即是很準的,基本上你看到大部分人的分析 他趕完之後,市場基本上掉頭走 上個星期二的情況就說到 兩會沒有好消息,即是沒有一個利好的政策出現 那些人每個都看市場會跌 結果就一如我Marco的預期 紅色50天平均線樓下就見支持,就爆上去 其實去到星期四的時候,美國白威爾 又出來說話,聽政會 簡單來說就是,暗示之後還是有機會減息 其實之前一早已經說過了 其實之前一早已經說過了 你事後想回就是,上年年尾,今年年頭一月 全世界預期,今年三月,美國有機會減息 我那時候一早已經說過了,太樂觀了 結果那些人都看錯了 現在都去到三月中了 三月減息的機會近乎是零 但那時候全世界預期今個月減息 減息的預期由三月移到五月,甚至上移到六月 在最近期,我就開始跟大家說,現在的人很悲悲 一開始就每個預計三個月減息 現在就是三月移到五月,移到六月 我又最近開始跟大家說,其實這些人開始有過份悲觀 你開始看到這些人過份悲觀的時候 你又要開始反過來想 其實市場上,你要想就是美國 DN今年減息,其實已成績過,是前早 下半年減息,是大勢所差 那當全世界的人,現在減息預期已經是退到六月 還可以再壞呢? 就是你在想這件事,你要反過來想 在這樣的情況,當人這麼悲觀 你就開始要想,市場會不會有機會彈這件事 結果就是上個星期四,八位二出來 說完話之後,說不排除,還要減息空間 基本上見到是美國十年期債息又下跌 美匯指數又保持著弱 美元對人民幣,美元跌,人仔就彈 這幅圖,人跌就代表人仔彈 那A股,自然就爆上了 你想起,上個星期,每個人都看淡A股 不單是看淡廣股,是看淡A股 他說什麼?兩會無料到 但你再看這幅圖,A股不斷破頂 不要說A股,就算金價,甚至上比特幣也好 因為減息預期又再次出回來 結果最近這幾星期,是不斷破頂 你會見到那些人,永遠追著消息炒 不懂得進一步去思考未來的那些 是永遠去遲,一步 我只可以這樣跟你說 這件事上個星期跟你說了 但你不跟就沒有計 你看到金價和比特幣又爆了 相反,近期很多人很後知後覺 講的美國指數,道指,升不上 納指,道指沒有什麼人說 納指多些人說 納指,尋馬克還比特幣差不多三個 明顯開始有少少股額 每個人炒美股,就升不上去 但反過來恆辛之叔 我跟你說,紅色條線 即五十天平均線,就找一位罵 師傅就爆了 星期四都叫你留意我 除了《財經牌》節目要留意我 星期四在拉寫的東西 之前推美團就爆上去 上星期再推,推兩隻 一隻是《聯想992》 一隻是《Bilibili》 有《9626》 不只是好的東西 是壞的,我也有說 《聯想》我也有推的 上星期四的時候 推完之後夾了一下上去 但今天跌了一些 但大約跌了2.5% 但是另外一隻《9626》 今天爆超過10% 《財經圖》有齊齊時間 幾六、幾時推 爆之前我不知道 我也是用系統篩出來的 你見到一隻跌2.5% 一隻超過10% 都有賺 你明白的情況就是 當市場整體的大市 以恆失指數為例 在轉好的情況下 你選擇股票的取態 就要漸趨去進取 以剛才為例 我選擇兩隻 一隻跌 你要明白市底是好 跌的話 跌的空間有限 但是相反來說 你選擇一些進取的股票 它爆上去那一刻 就爆得厲害 那你看市場 市底轉好 理論上那個求資組合 是應該偏進取的 就不是說 那些人這樣說 很冷是老套的 中特估 你見我呢 每個禮拜選出那些 限限給10% 我不是說窩囊牛控制 而是說政府 你窩囊牛控制 就是幾個得上 再加上其權 爆炸力 你想想 那些人 我都覺得他們不太會炒股票 是看著那些新聞去炒 而中伏 現在 基本上這些新聞都是說 如果內地有一些 進一步的利好消息出台 香港的錢數應該會爆上的 鬼不知阿媽女有什麼廢話 這些叫做 但我很明確跟大家說 香港的市 無論香港和A股就不用說了 A股就不用說了 A股就輸了給你看 美國 在倒下來的 開始有一點 下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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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今年年頭頂位17,100 這個位置 粉紅色的線 我預算會爆 會升穿 我預算了 但始終 大約 恆新指數來說 16,800至17,100 這些區域 阻力位大 所以 我預算會爆 最高的 最高的 上一落 是16,600 你計算直撥率 你只要 16,800 17,100 你要我追 我又不想 所以我侯低 會比較理想 你要我計算 如果港指數期間的策略 我會建議 現在的低位 其實一直向上 如果我 今週 我和你推 可能我會叫你 大約恆新指數來說 16,200 16,200 以下 應該可以嘗試 找位去招呼 但是 我自己而言 我真的會部署 我傾向會罵一些 近期比較 跑洋大市的 新經濟版塊 的股票 可能我看有沒有機會 我看到 找到一些漂亮的 星期四 可能在寫文 我又會推 但是 不會是市 今天 夾了出來 我沒有時間看市 但是 剛才說過 阻力位是16,800 至17,100 今天夾到16,600 你不會在16,600 這些位置高追 讓它回到一點 我會比較理想 但是 如果市 真的向上突破17,100 即是1月2日的頂位 17,135 這個位置 我不排除 又會叫大家去高追 什麼叫做突破 即至少 兩天 要是揚足 站穩 在17,135 樓上 至少 否則 暫時 建議大家 往下找位去 比較理想 今天是星期一 星期二 美國有通帳數據 很值得留意 如果有印象之前 有提及 美國對上次的1月通帳數據 是遠遠高過市場的預期 當時美國當晚插了500點 但第二天早上 恆生指數來說 是 剛剛放了新年假 但是 不跌反升 夾了上去 所以 接下來星期二 第一 有值得 美國時間 有兩件事值得留意 首先 通帳數據 上次已經夠衰 今次會不會繼續衰 值得留意 希望不要 第二 值得留意 我先當它衰 香港股市 是否還有能力持續到聲勢呢 如果是的話 是進一步驗證 香港股市 有能力向上 突破我之前所說的定位 因為 7135 這個位置 但是 暫時來說 尤其是通帳數據未出來 我不知道什麼 不要這麼中取 要罵都等 16200以下 才可以去罵 但是 萬一 不如我預期的 通帳數據出來了 兩個情況 一是 沒有想像之那麼差 美股夾上去 但是 恆新指數 升不到上去 升不到上去 第二種情況 就是 通帳數據 衰 美股插 香港 跟插 都是不漂亮的 那你就要小心一點 但是 暫時來說 我覺得香港的市 慢慢開始轉強 一萬六千二百點以下 開始可以值得去罵 大不了的 正式對出萬六點的時候 你就再去罵貨 我會談到一萬六千二百點以下 去罵什麼呢 剛才我說了 一萬六千二百點以下 是縮脫位 就是 用股票期權的策略 有現金 去接貨的情況下 去罵 萬一再插進去 大不了的 你就當作是接貨 但是 你收到期權金 你入貨成功是低了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要我現金金 用cash去罵貨 我覺得 要放到萬六點以下 萬六點以下 我才會用cash去罵貨 我會這樣 暫時說到這麼多 先觀察一下 看看幾時會爆上 下個星期一 再跟大家繼續分析 今天先說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